再來也是在高雄 一個四十歲做電工的工人 最近經常常去踏到半島 而且腳是慢慢不熱 越想越不對 到病院去檢查 原來因為是做工都要哭很久 去想到燒腿肚 燒腿肚的神經 醫生說在坐的時候 很喜歡翹腳的路線 也真的去壓迫到燒腿肚的神經 要很注意 如果是你做事的時候 他都要哭蠟 要生日有可能哭出這件 高雄有一個四十歲 生日最近驚慌時 牽著在半島 他本來當作是好兄弟在創蝶 越想越不對 只能去找醫生 才發現說 哭一個故事上到神經 這裡也會有一條肌肉上面 它也會有一條韌帶 那一條韌帶剛好會壓到非神經 那有的人長期使用的話 或者韌帶比較退化之後 牠會變得比較硬 比較厚 然後比較沒彈性 那這樣呢 牠就會造成神經的壓迫 腳步沒辦法翹起來 牽著去水軸還是水腳 是想去踏到肚子 或是踏到肚子上半島 長期久的人 這是高飛痕肝 要有一種人 現在爛在劈面 女生呢 牠們在翹腳的時候啊 這一隻腳的非神經 被下一隻腳的膝蓋頂住了 長期這樣下來也會造成壓迫 翹腳不然會影響到柚子骨骨骨 竟然會影響到神經 所以說 坐就要坐很牽牽牽牽牽 做事的是同一個主席 吳湯太久 才有辦法劈面這種溫興上海 會不會影響到哪邊